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拜四我也跟投資朋友講 我說真的建議大家把握自己神聖的一票 因為還能夠再投多久 我們真的不知道 對不對 而且我也跟大家講 一定要嚇架誰 對不對 我們不多講了 選舉都過了 對不對 之前還有人在跟我打賭 黃珊珊一定第二名 我說她一定最後一名 為什麼 氣把挖 不是她做得不好 對不對 是像我這種人 就討厭柯P嘛 假裝自己很厲害 假裝自己的這個智商很好 不過那不重要 好 那不重要 好不好 投資朋友 我們真的要感念 能夠投的每一張票 說不定都是最後一張票了 說不定 對不對 說不定 為什麼 週末 說真的 這真的很巧合 今天王博來在講 這些事情如果早一兩天發生的話 國民黨就不可能學那麼好了 對不對 而且真的很巧合 我這次剛才看T台在評論 他說這一次很神奇 中國在選前 都沒有出來講什麼話 以前一定有出來告訴你嘛 我們要反分裂反台獨嘛 講了一堆有的沒的 甚至要恐嚇你要打飛彈 這次都沒講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內部現在好像蠻混亂的 但我相信會平息啊 對不對 因為中國是一個資訊很落後的地方 它每個地方都隔起來 上海可能不知道新疆在暴亂 新疆也不知道上海在暴亂 甚至還有別的地方在暴亂 我們可能媒體上也沒看到 對不對 當然 週末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白紙革命 白紙運動 對不對 白紙革命 白紙運動 拿一張白紙啊 就要上街頭了吧 對不對 那你自己去看就好了 他說這是非法違法的顛覆活動 所以呢 這文具行啊 他說從 11月29日0點開始 今天是28日 明天的0點開始 白紙 就不供應 紙囉 對不對 當然會不會因為這樣子元泰大漲 是我不知道 今天不只元泰大漲啊 還有一檔股票 對不對 電子紙就要供應 叫做政藥 當然這開玩笑的啦 對不對 投資朋友 因為這樣元泰跟政藥大漲呢 這也說不定啦 一大早 朋友來跟我講 那中國不供應白紙對不對 是不是應該去買華紙 去買榮成 我說不是吧 不供應白紙 這些更不能買啊 他要賣哪裡去 不用賣了 好不好 但是我只跟投資朋友講 感念你能夠投的每一張票 真的很可能都是最後一張了 很可能 他們連投票的自由都沒有 對不對 他們連投票的自由都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一次一選完工商大佬 尤其是我最欣賞的林伯鋒對不對 欣賞的不得了 開心啊 EGFA 對不對 EGFAN 他又要發財了 不好好去弄自己的事業 對不對 自己看一看 台波前三季EPS0.09元 本益比20倍啊 20倍是因為之前還賺不少 回到我們的主題 叫做發趨勢財 投資朋友 你來看 從今天開始看 今天我下午要錄的會員專題講座 叫做三大趨勢產業 配合我們的發趨勢財這幾個字 投資朋友 全市場應該很少有人 有會員專題講座這種東西 我已經做這東西做了大概七八年有了吧 從我在豐營的時候就開始有了 對不對 那這次要告訴你哪些是趨勢產業 你只要搭上順風車 對不對 風口上的豬也會飛嘛 雷軍講的嘛 哪些是趨勢產業 裡面有三種 裡面有三種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對不對 這是今年十月初的專題講座 我在節目跟大家秀過 對不對 你都還記得嗎 當初告訴你十月要開始漲了 沒有人相信啊 雖然說直到十月中 快十月底才開始漲 但是你看到 我提出了幾個理由 對不對 這是誰 這是艾謝克講的 艾謝克說 對不對 艾謝克說聯準會啊 快要停止降息了 市場要大反攻了 對不對 他告訴你 要出現法夾彎了 沒人相信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那時候沒有人相信啊 投資朋友 對不對 我跟他講嘛 這東西我貼給我朋友看 我朋友跟我說 今年這個財經M平方 跟這個法師 我說法師是誰啊 艾謝克 嚴重失準 那不用看 投資朋友 你知道嗎 壞掉的鐘啊 一天也會準兩次 這樣你懂嗎 對不對 當然這樣講是有點離譜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 終於在10月份講對了嘛 對不對 都事先跟你報告過了 台股第四季漲多劫草 所以我跟他講 你不要懷疑 有人說還選完 行情結束了 我不這麼認為喔 選完才真的是怎麼樣 大肆底定 對不對 真的要開始漲 你說今天跌啊 今天這個選舉 選舉的關係跌 投資朋友 你真的覺得是選舉關係跌嗎 請你看一下 大家跌的都比慘的 對不對 今天恆生指數開盤開得非常低耶 跌了六七百點 是現在稍微拉起來而已耶 今天上陣指數開盤開得更低 剛剛你看到嘛 白子革命嘛 對不對 台股還算怎麼樣 到尾盤才殺下來的 今天大部分的時間請你看 對不對 大部分時間今天最高還有 收盤之前還有只跌150點 140點 跌1%左右而已耶 結果你看這些 投資朋友 對不對 欸 這樣子叫他名義貌貌耶 這跌到名義貌貌耶 對不對 有啦 日經跌的比較少 就這樣子 不然其他跌到名義貌貌貌 自己看嘛 上陣跟恆生啊 這不是救台灣的問題啊 當然沒有錯 有人講國安基金 今天就不會互盤了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好不好 也有可能 但是怎麼樣 請你看清楚 今天的中小型股 對不對 OTC今天是漲的耶 今天還有不少的 美中打仗的受惠股 對不對 金銳 升銳 神準 投資朋友 一早連線跟大家講了嘛 升銳 金銳有說真的 那不要去跟他玩籌碼戰了 但你至少知道 省準前三季賺了15塊錢 這可以買吧 對不對 這樣你難道賺不到錢嗎 投資朋友 難道你賺不到錢嗎 禮拜五的訊息 這邊給大家看 禮拜五我沒有做期貨 我沒有做 對不對 我沒有做 我說選舉了 我們11月份已經賺了890點 沒有錯吧 890點 所以呢 我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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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做 但是今天差一點點 今天大概差了5點左右啊 你去看看 我的coction 如果找出去一個20秒或10秒鐘 14495 我會成交 但是來不及 來不及 我後來看了一下 大概差了 出來後最低是14505吧 50506 大概是沒有什麼能成交 所以呢我叫會員 如果市價買到了就獲利了結 那時候大概1457 57幾還56幾的時候 今天不算 今天不算 我們每一筆交易都是實在的交易 好不好 不是用糊爛的 來參加清代或怎麼樣 沒有 期貨就是用coction而已 信不信有你 對不對 全市場唯一敢每天公開告訴你的 可能還有別人啊 但是我相信就是我 輸贏都一樣 對不對 這個月 到現在890點 今天差一點點啊 如果讓我有買到495的話 今天是有機會出到57幾的 如果出到57幾的話呢 投資朋友 我應該就有機會 把7月份的995點給 對不對 給挑戰掉了 很可惜 沒買到 不是每天在過年嘛 不是每天在過年 對不對 那上禮拜有跟大家講啊 對不對 我說小可誠我看法不變 小可誠今天繼續創新高啊 對不對 我們會員有中興店啊 我說一定是比世紀剛還好 信不信有你嘛 台康生 我買的是台康生 你買的是碩河 差別那麼大 不要跟我說碩河 這個洪海也套牢了 那個我才不理他耶 對不對 那個我也不理他 這我都不多講了好不好 中租公布前10月獲利盈全年 恭喜你 但是我不是跟大家講了嗎 你存股的價位那麼高 你覺得你要賺得到錢 恐怕很難 對不對 繼續看嘛 這大概是240、250的時候 叫人家存股的嘛 對不對 很辛苦 七八出來叫你存蓮華 投資朋友 我在20元講的蓮華 他們七八出來叫你存 你大概這一輩子 要解套的機會很低了 真的 對不對 又有人叫你存鮮活啊 投資朋友 鮮活先成交林章耶 救命啊 如果你今天有鮮活要出怎麼辦 投資朋友 五六百塊 對不對 流浪教師叫你存鮮活嗎 還被我點出他的問題在哪裡 還被我點出他的問題在哪裡 不要不信邪啦 好不好 很多東西 講白了 沒有什麼好講的啦 對不對 說真的 沒什麼好講的嘛 都給你看啊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不是叫你存中華石 每天去全聯看豆腐不夠好嗎 你真的以為你買中華石就不會跌嗎 一樣從154跌到100元啊 而且我要告訴你還賣不掉 為什麼 你有100張想要套現 你教我 你有100張想要套現 今天成交兩張啊 今天成交兩張啊 本益比25倍比台積線還要高 好 都是那些純股大人教你的 這種不是趨勢財真的 這種不是啊 好不好 剛剛講到華為中心禁售令嘛 對不對 網通的 安全監控的都很好 但是有些安全監控的股票 像我跟大家連線都講的 像是包括什麼 金瑞啦 奇友啦 深瑞 說真的那麼高的股票 我建議你不要再追了 但是台灣有不少的 對不對 不少的網通股 它股價真的本益比很低 我今天連線有講到什麼 6285的起跡 本益比13倍 對不對 會員持股 3558的省準 這一次200元 200、205的時候 還是210的時候 跟大家講的 對不對 漲勢漲不多 但是他錢上一賺了15塊錢啊 你在擔心什麼 擔心買不到嗎 不可能啊 每天都在那個價錢啊 本益比這麼低 對不對 未來很多東西 很可能不能在中國做 他移到台灣做 或移到美國做 省準有滑鴨場 雖然說擴產進度有點遞延 但是還是會擴產嘛 好不好 還是會擴產 再來包括車用部分 投資朋友 這個 今天有新聞啊 ADS的滲透率提高嘛 對不對 我不是推薦廣達跟人保 不要誤會喔 我只告訴你車電 好不好 通用說三年之內 要讓電動車世界獲利喔 我是通通講的喔 對不對 也包括今天這個新聞 我覺得很重要 我連線都跟大家講 蓬城要去收購貿氣持股 要在手 今天貿氣就漲停板 恭喜有貿氣的人 我們是沒有貿氣啊 對不對 然後大股東呈現蓬城進強茂退的局面 他要收購到百分之三十 為什麼 看好車電啊 看好第三代半導體的應用嘛 這不用我講你也知道吧 那你要買什麼 車電股啊 投資朋友 我講過的嘛 小可誠他打進去 可誠打不進去的車用市場 明年下半年 他的新廠量產之後 營收是會翻倍 投資朋友 營收會翻倍 就跟我當初跟大家講的一樣 投資朋友 你知道嗎 台康生技 他那個橋頭場如果完成啊 他的產量是六倍 六倍喔 投資朋友六倍喔 他做什麼 做蛋白質藥啊 對不對 做生物藥的 寶瑞很好我也知道 但寶瑞已經四百多了 對不對 寶瑞的股份比較小嘛 台康生股份比較大 我跟郭董站同一邊 好不好 今天收盤錢 朋友穿了一張照片給我 他說啊 他的媽媽 早上在家裡跌倒 他帶他去醫院 他發現現在醫院人真的好多 他想安排個 雙人的或者是單人的 全部都是滿的 知道怎麼樣 那他媽媽在這種 四人的那種健保房 對不對 好像是四人的 我當作都是人 要等好久 也剛好印證我跟大家講的嘛 對不對 再不景氣 你還是需要吃藥啊 醫院是客滿的 我跟你講 醫院是客滿的 你有聽得懂吧 對不對 你有聽得懂嗎 醫院是客滿的嘛 原大的報告 對不對 很巧合跟我看的都差不多啊 不就這樣子嗎 對不對 不就這樣子嗎 他忘記看合一了嘛 對不對 他忘記看合一了嘛 沒有關係 我在看啊 我也跟大家講嘛 德不顧必有靈嘛 對不對 人家會幫我們抬轎啊 或我們抬轎啊 我們只不過前一天買嘛 前一天兩百六十幾塊 今天最高三百多 我有跟大家講 我沒有看那麼短 我們一張都沒有走 好不好 今天最高三百零億元 我有跟我會員講過 我心目中目標加多少了 當然這幾天都在傳 對不對 中國藥證過了沒 過了就怎麼樣 過了就怎麼樣 不用太開心啊 投資朋友 共性中國藥證過了之後 股價從四百跌到三百三啊 所以不用太開心 好不好 不用太開心 但是我要跟你講是什麼 糖尿病的患者多 還是肺癌的患者多 糖尿病全球的患者啊 850萬人 這是三年前的資料 2019年的資料 對不對 他做了什麼 O1-101是做來塗抹這傷口的 那患者的傷口啊 不容易止血 很容易潰爛 對不對 現在他已經拿到了 美國的FDA 501K的醫材藥證 外用的藥嘛 然後接下來會談到新藥的藥證 那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拿到 我們不知道 那中國藥證怎麼會過 我也不曉得啦 不過你可以看到嘛 我當時告訴你的時候 投資朋友 200元沒人要啊 200元沒人要啊 對不對 錢破高點多少 303 所以今天有人 有人急在300元左右出 我想無可厚非 因為禮拜五最高就300元 今天最高301 但是我告訴你 這一關一旦過了 投資朋友 就準備看下一關了 我認為都有機會 對不對 青州已過萬聰山啊 我當初跟我的會員專理講座已經提到了 提到什麼 我用籌碼來分析 我認為他值多少錢 對不對 當然也包括怎麼樣 當然今天這兩天比較弱的 要花藥 我覺得還好吧 我們不是看一兩天的 我們是要做大波段的操作 好不好 我們是要做大波段操作 不是要只看一兩天 對不對 這就被你看過了吧 當時好不容易看到 哇跌3% 我趕快下去買 對不對 他跌太少了 所以我沒加碼 但之前也講很多次了 100元附近 95到100元 90到100元 講那麼多次你還不買 是你不想買 不要再怪我了 好不好 是你不想買 對不對 是你不想買的 不要再怪我了 對不對 都跟大家講過了 何一漲中天也會漲 為什麼 何一如果要一過的話 是由上海中天來幫他賣的 對不對 是上海中天幫他賣的 所以合一漲 中天也會漲 中天本身又是合一的大股東 要再念一次給你聽嗎 我們看好 藥華藥 合一 台康生 中天是合一大股東 但是合一合完比較乾淨 所以你就知道嘛 分批進場布局嘛 我當初跟你講建設 我跟你講圓太 跟你講台達電 講多久了 有些人後悔莫及啊 今天有位朋友問我 對育龍怎麼看 我說到這個價錢了 如果是我 我不會再追 現在外面喊多少你知道嗎 喊一百塊 你們賺好 你們賺好 這我賺不到 對不對 我覺得已經脫離基本面了 真的 這是籌碼戰 為什麼 育龍股本一百億 竟然那麼身輕如艷啊 這籌碼戰 但是我跟大家講 那個裡面賺就好了 那個我賺不到 對 那我賺不到 好不好 每個人都會湊一腳 頭心也進來湊一腳 外心也湊一腳 頭心也禮拜五也買一堆嘛 你看 自己看啊 對不對 禮拜五直接買一堆 投資朋友 與其人要看育龍一百 我不如告訴大家 對不對 還不如買光寶科 我們沒有動作 光寶科我可能沒有買 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可能沒有買 但是說真的 這種價值是這樣評估的 我也越看越不懂 但是我也不會因為我不想買 就帶你去放空 你看到今天 欸 寶一 金剛 天啊 這座放空的人會哭得多慘啊 對不對 金位 哇塞 也不要因為他本益比很高 就要去放空 不用 對不對 你走你的陽關道 我過我的獨木橋 我找我會買的股票 我找我會賺錢的股票 買就好了 好不好 對不對 對不對 當初跟你講過的 CDMO當紅嘛 生技界 對不對 生技業 新藥業 這些是新的護國深山 他們的發展潛力是比台積電還要大 投資朋友 藥華藥合一致情 對不對 寶瑞 台康生技 包括連東洋 我都跟你講過了 對不對 信不信有你嘛 當初也跟你講到美食啦 美食那時候158.5 欸 現在多少錢啊 投資朋友 現在246 它漲快100元喔 但是你不要因為美食漲比較多 藥華藥漲比較少 你就覺得藥華藥好爛 現在有PTT上面在罵藥華藥 我覺得好無聊 你覺得它很爛 你覺得它很爛 你不想跟女神一起做股票 你就把它賣出來 你就把它賣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的操作邏輯一定是怎麼樣 它跌得夠深 我就叫會員進去加嘛 就這樣子而已嘛 你不喜歡他就把它賣掉啊 你抱著他幹嘛 你跟他沒有感情 就不要抱著他嘛 不就這樣子嗎 對不對 不要去看到別人大漲 每天很羨慕 投資朋友 沒有必要 我看的是一個中長線的趨勢 好不好 我看的是一個中長線的趨勢 這都跟你講過了嘛 小可誠 對不對 兩性輪動 對不對 對不對 要還要是創下十一個月新高 五三二號會當到五百元差不多 我覺得還好 可以接受啊 最好回到四百五 因為有些人還沒買到耶 對不對 有些人還沒有買到 我希望所有人都買得到 好不好 我們的新富國神山專案 即刻起跑 對不對 股票 我說真的 我說股票都看給你看 不用怕你知不知道啊 好不好 操作了三年的建設 我講了多久 操作兩年的圓態 操作一年的面板 我相信很多人有跟到 心裡很開心 但沒加入我會員 我說那OK的 沒有關係 對不對 沒有關係 對不對 我沒有跟你講啊 升級清貸怎麼樣怎麼樣 不用不用 你看節目就賺得到錢的 你會員就不要加入了 好不好 我希望是這樣子嘛 但是如果你看節目還賺不到錢 對不對 你就兩個選擇 第一個跟我操作 第二個怎麼樣 不要再看我節目了好不好 不要再看了 浪費大家的時間 祝大家超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並自負投資風險 對於是財政策 為人生會不公開 不公開 任何人會使用 賺到呢 沒有?